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港海陸空交通目逐受到影響 其中航空交通至少影響到明天的夜晚 原来的气象部门就预计天甲明天中午前后 在广东珠海至阳光一带登陆 被关于撞船的麦海恩号船舱里面 发现多个失踪上兵的尸体 详细的新闻内容 大风天甲迫近本港 3号强风信号生效 天文台明早6点前考虑改发8号信号 我们先看风暴的路径 天甲夜晚11点 集结在本港东南偏东 大概是330公里 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 持续大概是25公里 而向广东沿岸 预计天甲天早最接近本港 可能在本港以南100公里之外略过 对香港构成相当的威胁 看看现在的天气情况 暂时见到都未有显著的转换 看看吧 再看看现在的天气情况 天甲在下午增强为台风 这些文台说 除非天甲采取比较远离本港的路径移动 又或者是减弱 否则会在明天早6点之前 改发8号信号 看看3号信号生效以来事免的情况 尖沙咀天星码头 夜晚间中都会下微雨 不少市民如常外出 这两个内地游客来香港四天 担心打风带来的影响 所以提早去买东西 尽量玩到的话 有点的 有点的 就是觉得 为何台风到才来 好玩 也有内地游客说 天气不算太恶劣 会继续园定行程 如果天气有变的话 就会回到室内的地方 天气就打乱了 应该就转市内 第一次来就遇到台风 夜晚在尖沙咀这里 天气不算太不稳定 所以大部分这里的店铺 都维持原有的营业时间收捕 港岛东幸花村 每逢有风暴迫近香港 都回相当当风 天隔迫近 居民如常在散步和运动 不担心安全 报线电视记者陈良军报道 留帝记者陈良军一直都在尖沙咀码头 交给你讲一下现在的情况 在尖沙咀天性霸头这里 天气暂时未是很受天革的影响 不算是很恶劣 夜晚这里几个钟头都没下过雨 风也不算很大 现在在尖沙咀这里 因为天气都不算太差 不至于现场仍然是有不少的市民 遊客在这里 也都有人在这里做一些街头表演 有些市民就是趁着天气未太差之前 还有公共交通工具搭 就趕你班车回家 那我们会在尖沙咀跟着台风的消息 先将时间交给你 好啊 要往打风不时水浸的李渔门 不少商户就做好防风防雨的措施 李渔门这间餐厅 之前打风试过大门玻璃爆裂 今次职员提早做好防风措施 除了贴膠纸 更加用木板封好餐厅的窗户 因为这个当风呢 我们的玻璃很容易吹 我们都发现了一次 所以这个门也有贵 所以都要做好一些保护作用 天气未吹到 但是餐厅的生意已经受到影响 至少有白台客人临时取消愈药 但是食客都说不担心 下风都要吃的 本衣是说3号风球的 所以便宜期过来吃海鲜 这里交通方面都可以的 除非风球早点来的 不然早点回家好一点 吃饱就好 现在9点多 我估计应该是10点左右 应该都更安全 平时被人钓鱼的码头 也都提早关闭 无线电视记者你为报道 天隔迫近 风来都会逐步增强 我们来一个记者 吴子敏 现在在恒花村 子敏 天气有没有转差度呢? 恒花村这里 晚上偶尔都有些风 不过风势也不是太大 晚上一直没下过雨 海面也不见有大浪 来到晚上 也有不少市民来到海旁 跑步、散步 他们说 因为现在天气不算太差 但是今晚也会做好防风措施 大家都要留意 天文台提醒 由于明天中共之前正直涨潮 加上天甲引致的风暴潮 可能会令到水位增加1米或以上 丹丸地区也可能会严重水浸 大家要留意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 我会继续在跟进 先将时间交给新闻部 好啊 明天不少航空机取消 又受影响旅客提早去到机场 希望安排候补机会 在天甲集合之前提早来说 在机场 多班星期三出发的航班延誤或者取消 有航空公司已经安排櫃台 为受影响乘客候补机会 他们原本星期三去台北旅行 得识航班取消之后 提前来到机场办手作 有些候补都敷了 我就候补到的 可以订阅候补不到 那怎么样 那怎么样 我先飞过去吧 这两个家庭园定星期三 早上飞台中 臨时改为早一晚飞台北 心情很紧张 为什么 从来没试过这样变计划 变得很急 基本局提醒旅客要留意 航空公司的航班公布 又建议他们要确认机位之后 才出发去机场 母线电视机者 《日思》报道 国际航空明早6点到下午5点 大部分航班已取消 至于香港航空来往香港的航班 明早7点到下午5点停开 长泳和华航也有多班航班要取消 至于火车方面 明早红磡开向上海Z100班次要取消 明天红磡开去广州东的八个班次 广州东开去红磡八个班次都会取消 至于佛山途径广州东去红磡的两个班次 就会改由广州东开出 日本港出现风暴之前 俗称蟹下沉的情况会出现 天气会相当满热 天气会相当满热 天气录得36.6度 是有几六百年以来最高温 部分地区更加录得接近40度 天气持续厚热 各区都热热 天文台下午录得36.6度 是一百三十多年有纪录以来最高温 元朗湿地公园更加有39度 沙田和深水埗等超过38度 很容易 但今天好像特别透不透气 小朋友本身有敲喘 大家很害怕 在户外工作的工人大汗搭小汗 做足防晒措施 石江 黄大仙 九龙城和将军澳等 最高也都接近38度 上水和屯门等也都超过37度 无线电视记者闪志报道 原来内地气象部门也都预计 天甲明天的中午前后 在广东珠海至阳江一带沿海登陆 带来狂风暴雨 省内多处做好防风准备 天甲迫近 广州时区今晚开始落大雨 就算大着 都要在天桥底避一避 当地零日来持续高温 这场及时的雷雨 可以宣缓一下情况 面对天甲来势洶洶 广东多个地区都严震以待 广东省防信控罕总指挥布 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二级 在阳江东平 过千手渔船都停止暴雨 到东平港卸货之后 陆续洗到其他港口避风 中央气象台发出 今年第一个台风橙色雨景 预计天甲会为 广东中部和西南部沿岸 带来暴雨 以及10至13级勤风 尤其是23号白天 到24号这段 我们省 珠江三角洲 月西都会出现暴雨 到大暴雨 局部不排除可能会 各别两个出现特大暴雨 交通亦都受到影响 多班列车暂停覆盟 深圳机长就呼吁乘客 密切留意航空公司公布的最新情况 无线电视机场出现暴雨 报道 风暴消息 暂时体队在这里 稍后回来会报道 北达又得 西建垃圾又得 总之 每一都得 香港是我们的家 人人都可以 每一都得 西建香港 人人都得 哪个啊 我是法团通告 控制你 影子星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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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半年近450宗的骗案 三成一的受害人 是居港的外地人 受骗的学生 多数都有这个心态 美军驱逐难 麦海恩号中雪 有消息说 在薯堂突然失灵 用尽世间真奇 只为一只好药 冠心病专利药 一按尼 揑剷 逐里 狗径时间效益 验证łeiden忠生病案 冠心病专利药 一按尽严 全自香港 尊生百年 关注总统行不得 应许曹青华牌 手指便应握不住 尹注曹青华牌 耳塑六 име 打晤覃 頸感腹痛轉不動 認準曹青華牌 腰痛腿馬起不到身 認準曹青華牌 風濕 淚風濕 頸椎 腰間盤 認準曹青華牌 曹青華牌 衣身除濕 止痛膠囊 開座除肥 幫助修復 關節損傷 治療風濕 淚風濕 頸椎 腰間盤 曹青華牌 搞得定 正是因為對產品的療效有信心 曹青華先敢用自己的名字做相標 曹青華牌上市十幾年來 憑借開座除肥的確切功效 幫助廣大患者解除病痛 站起來 走起來 將好日子找回來 風濕 淚風濕 頸椎 腰間盤 認準曹青華牌 血液高 心方 胸門 心痛 都是血管瘀島造成 單心補心茶 痛血管 化於島 防意外 血管通左 心方 胸門 血管通左 血壓血脂 正常 血管卓空 全身輕鬆 胸門 心痛 血壓高 喝天草單心補心茶 每日三代 健康順在 下 一致冬寒之症 補陽氣 排寒濕 紅毛藥酒 屈風除濕 健體溫慎 夏天仰陽氣 冬天有底氣 冬病夏日方法好 紅毛藥酒 祝您健康長壽 紅毛藥酒 方式拖 關節拖 筋骨拖 痛 喝紅毛藥酒 順序腰酸 腦田氣液 頭暈失眠 屈 喝紅毛藥酒 紅毛藥酒 治病又強身 祝您每天兩口健康長壽 紅毛藥酒 根據四副傳書絕密番外篇記載 明朝 萬年 二十九年 一球五千萬億的石左溫地球 中三個男神 還有一個太子妃 能夠向過五千萬億的地方 日清風狂 太子妃 愛明朝 萬億王的太子妃 以中太子妃安全 會送回明朝 月風穿梭四百年 超時空立神 全新主景喜劇 開身觸遞 晚發點 肥於最內 月風穿梭四百年 超時空立神 全新主題 二十人在佔領行動期間 阻撓執法例 執行禁制令 被控藐視法庭 案件在公等法院結論 因為衝擊立法會案 正在復刑家社民連王號名 由籌青亞送去法院 他和另外八個被告否認控罪 同案另外十一個被告 包括前學民司條召集人黃之鋒 同學年 退休? 還沒想到 強積金預設投資已經推出 特點是隨著強積金計劃成員的年齡增長 而自動降低投資風險 收費次上半 還會分散投資在環球市場 如果你沒有給過投資指示 受託人會發通知書給你 等你選戶口裡面的強積金 是否按預設投資進行投資 專攻專責規定已經實施 立即跟你的公眾去註冊 你以為招標還可以選 我們一組合好了 你哪有得選呢? 我們賺到盡 保養對我們爭 賺貓規標 你們都找得外了 香港現在有競爭條例 和競爭對手合謀規標是犯法的 競爭事務委員會會全力打擊規標 維護公平競爭 保障大家的權益 舉報為標 喂 在你身邊十年 你試過認真看看我嗎? 我就多期了 我是你將十年期駕駛執照 今年起有幾十萬人的駕駛執照要續理 最方便是用運輸處寄給你的續理文碼上網申請 郵寄或者用頭弟相都可以 親自辦理就預先上網或者電話預約 我逐了 你呢? 改周地址 寄得通知運輸處 我要 住在我家旁邊的 我們叫他什麼? 倫舍 沒錯 你看 不好意思 遲了下班來接行仔 不要緊 是你媽媽託我買的廚具 媽媽 我今天開了個箱子叫輪舍 即是 難得大家是輪舍 有時你幫幫我 有時我幫幫你 就是這樣 請支持輪舍第一計劃 多多指教 這張是我的卡片 這裡是我工作的地方 透過職業專才教育 入職前 我已經學到這一行的知識同技了 畢業後 我可以很快投入工作崗位 工作表現 做得到僱主的認同 內地學生代入電話騙案 有學生組織就說 內地學生對假扮本地執法人員的騙徒 警惕性比較低 警方就呼籲 懷疑受騙的學生盡快求助 你好 你女士入境事務處 你有一封做一封支柱 尚未整齒 原須查申請按鈴 不少在香港的內地學生 都接過類似的詐騙電話 警方上半年接獲443宗電話騙案 損失達1億4700多萬 一個內地女學生 早前辦理留港證件期間 收到騙徒假務入境處致電 聲稱對她立案調查 她怕影響簽證 被握走56萬人民幣 有內地學生組織說 收到不少求助 這個證件呢 就對學生很重要 因為它涉及到你 是不是能在香港繼續讀書 然後讀書以後呢 學生通常對這個事情都比較謹慎 所以如果騙方以入境處的名義 來給學生打電話的話 這樣學生會警惕性比較低 警方呼籲 懷疑被騙的學生 可以向反詐騙協調中心求助 這個中心上個月成立 至今收到117宗求助 接近騙款1億8000多萬港幣 中心透過和銀行 和財務機構合作 成功阻置1300萬 原本會給騙圖的款項 警方提醒 受害人越早報案 難指的機會就越大 這些這樣的騙圖呢 可以在一天之內 一千萬的款 一天之內 是可以 已經全部沒有了 已經是轉走了 針對不少電騙的受害者 都是來香港讀書的內地學生 警方說會想下個月開學 為他們舉辦講座 講解更多電騙的手法 母親電視記者 盧老師報道 北韓批評南韓和美國正進行的聯合官司演習 警告會採取無情的報復回應 而南韓就舉行跨部門的反恐演習 應對北韓潛在威脅 南韓反恐演習 無意有恐怖分子在地鐵站越台放炸彈 又在車廂內放毒氣攻擊 多人吸入濃煙不息 消防和救援人員廣道救治傷者 與此同時 全副武裝的特警到場迅速部署 制服歹徒控制場面 一次跨部門演習在首爾進行 多個單位派出合共約200人參與 演習目的是應付北韓可能發動的攻擊 以及提升緊急部門和公眾對於突發事件的警覺性 朝鮮半島局勢持續緊張之際 南韓和美國星期一開始 展開為期十一日的聯合軍演 北韓軍方發表聲明 批評軍演是為了侵涼而演習 揚言平洋會採取無情的報復 作出懲罰 北韓官方電視台也播放當局回應 說軍演為朝鮮半島爆發核戰點火 而美軍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利斯 在首爾與南韓外長康經和會面 討論北韓問題 哈利斯強調目前最重要的 仍然是透過外交手段回應平洋威脅 而不是計劃在什麼情況下 美國必然會對北韓採取軍事攻擊 無線電視記者陳永儀報導 被軍驅逐艦麥海恩號和運遊船相撞之後 有十個水兵失蹤 軍方說在艦上一個船衝發現多具遺體 而因應軍艦截連發生傷重事故 美軍各艦隊暫停全國行動 麥海恩號扣自身動力 使至新加坡將移海軍基地 左燃尾部被重置立行 立動闊躍躍六米 機房、通訊室和船魚睡覺的地方入水 撞船後多個美軍水兵失蹤 美軍證實 潛水員在麥海恩號碰撞受損位置船艙 發現多具遺體 而事發之後 美軍和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合力搜救 馬來西亞海軍表示 在撞船地點西北約白海里發現一具遺體 有待確認身份 事故喜恩仍然在調查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引述海軍消息 說麥海恩號在事發前 船舵突然失靈 同運遊船相撞之後又恢復正常 官員說不明白為什麼 艦上船員無法啟動備用船舵系統 事發在星期一 導彈驅逐艦麥海恩號 想往新加坡港口禮行訪問途中 在新加坡以東海域 被一艘運遊船攔腰撞倒 今次在海軍第七艦隊 繼神盾級驅逐艦飛池傑拉德號 6月中和菲律賓貨輪相撞之後 兩個多月內第二次相撞事故 美國海軍下令各個艦隊 在未來一個星期暫停全球行動 一至兩天檢討運作 我們會導致更認識的 我們會導致影響的因素 你查心說會在人事、物資、設備等多方面作出檢討 國防部長馬蒂斯支持決定 認為有必要徹查海軍近期的所有事故 承諾會向大眾公開調查結果 無線烈士記者陳榮儀報導 看美國表現 路指暫時升了126點 報21,830點 歐洲股市方面三大指數全線向上 其中德國指數是升超過百分之一 行指升了246點 報27,401點 行指期貨夜市積月升了51點 成交是11,000多張 一旦回答案 稍後回來會說一下 河灣磚化升降農場的雞蛋驗出殺蟲藥 除了蛋要燒毀,也要殺雞 又會和大家重溫一下美國昨天的日傳食 漢華聰明 用盡世間真奇 只為一隻好藥 冠心病川利藥 益安寧願 究竟時間行妙 显然海涛可以进入到货币的比赛 发现了 他知道他自己干的是这种禽兽的恶魔的事情 可是更多的人 他理直气壮 他在战后 他能够一直做他的大学者 他的支柱是什么呢 就是像你刚才讲的 我看这个片子里边 有一个人接受采访 有个小兵接受采访 他就说 我也觉得这好像有点肾的黄 这个真是拿活人这么做实验的 但是呢 他说那个时候都是这样啊 全国都是这个声音啊 那他们就不是中国人 这个支那人 他不是人啊 他就是说 他说那个时候我要心里有疑虑 我都不敢说出来 因为说出来会被周围人骂呀 全国上下一个气氛 一个声音 你知道这件事情就是 就是说这个人 你怎么可以干出恶魔一样的事情 但是呢 你仍然能够很正义 甚至在战后 你也能够说 过上你似乎良心上 过得去的生活呢 我就从这件事情里边 我体会到的是什么呀 就是 一个社会啊 只有一种声音是可怕的 真的 我掏心掏肺这么讲 你历史无数次都可以证明 德国的事情 日本的事情都可以证明 要允许多种声音存在 你知道其实今天的很多网友啊 照我看 我老想起一个成语叫夜宫耗龙 什么叫夜宫耗龙 比如说 当我今天在这种情况下 我说啊 我们要允许不同的声音 他们 你们都会觉得对 人家说是啊 对啊 可是你知道 这就像是 我一个老哥们 他就说的 他说 我没有种族歧视 他就说 中国人 我从来没种族歧视 只有他们白人 西方人才会 歧视黑人 那歧视什么 可是后来我们聊的一个问题 他女儿在美国留学 我说 我说你女儿 要是带个男朋友 是黑人的话 这个 这个我还是有点 不乐意 这是人家经典的 这个笑话 我不是种族主义者 但是我最恨的是黑人 你知道吗 就是 我为什么 我说有的网友 我都看他的评论 你就是夜宫耗龙啊 就是 当我跟你说 一个社会应该 允许多元化的声音的时候 你无不赞同 可是呢 当你听到 比如说周一军 或者徐竹某一天 说话的时候 你恨不能杀之而后患 你知道他怎么能这么说啊 就是 你对于 有为什么 就是有些时候 这个声音 也许你认为是错的 也许你认为是不爱听的 但是你能不能有这个哑量 和何以小 允许它存在 你知道为什么 你就为什么允许它存在 就是 我就像这个 731部队的这些学者 就是因为当时 全日本上下啊 它就是一个声音 你能理解 所以说 我就觉得 这个作为这个人啊 其实我自己觉得有个招 你活在这个社会上 你一定得明白有件事 就是什么事了 你的感情啊 是可以被操纵的 你明白吗 任何一个人讲有血性 这没错 但是呢 你要有理性的话 你就知道啊 血性应该在理性的管理 血性是能量 可是理性是方向的 你就得知道 就是说 你比如说当年 我就经常想 当年这个日本天皇 要不是美国放原子弹 本来是准备遇碎的 全国遇碎 哎 你说老百姓 你看那个到哪 关岛的地方 老百姓见美军来了 就从山洞往下跳 自杀呀 他是血性吧 他是爱国吧 他是爱天皇吧 那个时候 他这个行为壮烈吧 悲壮吧 可是 活在今天的日本人 就是他们的子子孙孙 你到今天 回活味了 咱冷静下了 你还愿意你祖上 当年那么样的去遇碎吗 那就没有你今天的日本了 所以就说 我从这件事情里边就知道 包括这些学者 你们都能晃得放 你们都能在全国 一个声音 一个意志之下 变成恶魔 对吧 你这个事情 给我们什么警醒啊 我们先去看看 就先去看看 请广告 这个 我批判是这样 南韩 扩散到台湾 台湾农委会 在这个月初抽样检查 当地农委 自至到星期日 已经抽烟的45个农场里面 三个章化农场的鸡蛋样本 验出分譜尼 当中两个的含量 超出欧盟标准 含量最高的是上限的30倍 当局决定全面回收 和销毁有关鸡蛋 并撲杀场内9万只鸡 不过三个农场的负责人 都否认用过分譜尼 当局估计可能是农民消毒的时候 含用含有分譜尼的药剂 污染治疗 令到鸡蛋也含有分譜尼 三个农场每日出产 大约5万只鸡蛋 占全台湾每日产量不够1% 当局正追查有问题鸡蛋的流向 当局由星期一起 加强抽验全台湾2000个农场的鸡蛋 集中检验在彰化和屏东的农场 我们希望可以在最晚明天下午以前 全部的检验完毕 如果有检出就不得上市 反之只要是上市的鸡蛋 就是政府已经有确保检验过 没有所谓的分譜你的一个残留 才会是上市 又是安全的 所以请消费者放心来享用 分譜尼主要用来除湿 人类大量摄取对肝脏、肾脏和甲状腺有害 阿盟早前证实 由荷兰和比利时生产的 过千万只含分譜尼的鸡蛋 曾经出口到香港等14个国家和地区 南韩早前亦都验出 当地出产的鸡蛋大有分譜尼 无线电视记者梁浩瑶报导 日本靖江沿发生斩人案 两个中国籍的企业实习生一死一伤 事发在昨晚 富士市田子一个员工宿舍里面 有人报清发现一个35岁的中国籍女人 受伤倒饿在房里面 他颈有被斩伤的痕迹 当场死亡 而房里面 另一个20多岁的男人就重新昏迷 他颈和腹部有刀伤 去到今早早警方检望一把咽血的刀 华尔和案件有关 无发现第三者由外闯入的痕迹 正调查两个人是否有狗分 不同方面 香港在今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宅 是呀 是来自游泳的何思培 他赢得女子100米自由泳的金牌 19岁的何思培是以首名入决赛 第四线的何思培近期状态大勇 早前在世锦塞200米自由泳 历史性殺入决赛得到第五名 一位19岁的飞鱼完成头50位已经领先了 之后的优势更加明显 虽然未能够搞写自己保持的香港记录 不过仍然猶出54元10 另外两位俄罗斯选手 为港队赢得今届赛时夜第一间 亦都是继续汉拿之后 第二位在世锦淮欲欲金的香港兴手 在格拉斯哥举行的 世界羽毛球錦标赛 马来西亚的李宗伟爆冷男单受了一次 西亚排名第二的李宗伟 曾经多次赛入决赛 都和冠军发生业过 因此更加提早毕业 三圈输了给法国的联盟敌司 双方过去8次交手 34岁的李宗伟赢了7次 包括今年的全英赛 这一位前一哥在落后一局 19比21之下第二局追 打到凋事以24比22攀平 力真个人首帮世界冠军的李宗伟 决赛局未能够成勝追击 反而给了机会对手 结果输了一局17比21 书局数一比2出工 交给你 好 你现在通知运输主 住在我家旁边的 我们叫他什么 论石 没错 你看 哎呦不好意思 迟了梳工来接含仔了 不要紧 是你妈妈和我买的全 现在100年来第一次由西岸到东岸 都能够看到的日传石 新闻结束之前一起重温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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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士睡眠系统特弱,新闻档案是由武士选择占了 香港大球场禁止进入高层看台的观众回带行酒精饮品 而大球场里面应不应该卖酒 曾经在1994年市政局会议上引起争论 重温当年议员的意见 在早上的会议上面,议员讨论到是否应该发出酒牌 给大球场公众席旁边的27个特许经营店的时候 部分议员认为不应该更酒以免破坏大型活动的欢乐气氛 而另一些议员就认为安全更加重要 议员之间出现连番争论 在一个很欢乐的气氛之下呢 是喝少许酒,有大部分的人可以说是没喝醉的 是否红管都应该要卖酒呢 因为来看节目的,看球赛的,看演唱会的都要令他们开心的 那为什么红管又不卖酒呢 其实市政局是推动一些健康的康体活动 那喝酒是否一些健康的东西呢 结果,会议决定先要求大球场董事局和管理公司 提交管理卖酒的措施,然后再交给市政局讨论 另外,就着大球场造成噪音滋扰,会议也决定成立工作小组 去检讨责任谁属的问题 下,一致都寒之症,不洋气,排寒诗 红毛药酒,驱风厨师建议 未来小孩将找不到工作 因为学习只能得到知识,而智慧只能通过体验才能得到 能有效治疗,风湿不硬,关节疼痛,肾血尿贫,胃痰被碰,继续血亏 是中老年人综合调理的好方法 腰腿不痛,关节好 请不吝点赞,订阅,订阅,转发,打赏转发,打赏转发,打赏 fotos